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针对解析函数 是在一个环状的东西上analytic 跟我们过去讲的不一样的是 过去是圆盘 现在是在环状的东西上analytic 那么它在这边就可以 就可以写成一个Laurin series的展开式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跟过去不同的是 N是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那这个环的两个半径呢 可以容许是由零到无穷大 所以这个可以适用的情况的话 如果是里面的半径如果是零的话 那就是所以这个适用的情况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是真正的一个环状 或者呢 如果里面半径是零的话 那只是缺一点而已了 或者呢 如果里面是 如果说里面是有限长度大于零 外面是无穷大的话 那就是 在一个圆盘的外面 这个也可能了 或者呢 所以这几种情形都是适用在我们现在这个Laurin series expansion里面 或者是说是整个平面扣掉一点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如果是大于零小于是有限 然后这个是R1是等于零的话 这样子 这个是R2是无穷的话 是这样子 这个是R1是等于零 R2是无穷的话 所以这四种情况的话 都是我们这边所讨论的 都涵盖在这个里面 所以如果有一个函数呢 是在一个环状 或者一个圆盘缺一点 或者一个圆的外面 或者是整个平面上去掉一点 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是analytic的话 那它都可以展开成这个Laurin series suspension 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过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些例子 那这个系数呢 所以我们如果要展开 当然要写一下系数 不过系数我们上次有一个公式 不过那个公式呢 一般对于实际展开的话 用数不太大 所以我这边就没有特别写出来 那实际要展开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看这个 一般都是利用已知的展开式 因为这个函数如果简单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上次也举过例子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 所以一般这个 有理函数的话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有理函数 如果你要展开这个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讲是在哪里展开的 如果你要展开成Laurin series expansion的话呢 那么一般的方法呢 就是先把这个有理函数化简 怎么化简呢 这个就是大家在微积分的时候 做这个积分的时候 有理函数积分的话 那个化简的方法 把它分解成这个部分分式 所以这个 这个例子很简单的 一般的这个 你把这个有理函数变成部分分式的话 所以一般的话 假定说 是上下两个多项式的相除 那部分分式的话 一般这几个基本的步骤 这个在你们在微积分都做过的 我首先是再提醒一下 第一个 如果说是 第一个 你先把这个P跟Q有任何共同音试 把它约掉 先分解音试 有共同音试先约掉 这边应该是 应该用Z 所以第一步化解的话 先共同音试全部约掉 然后呢 然后再看这个分子分母的degree 次数 如果说万一说分子的次数 是大于等于分母的次数的话 等于也是了 如果两个相等的话 那你就把它除一下 除一下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商 有一个鱼式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 P除以Q 等于 叫什么 S 加上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个鱼式的degree 就会比它小了 比这个分母的degree小了 所以如果万一说分子的degree 大于或等于分母degree的话 你就除法 除一下 然后呢 再对其他部分分 那这个的话就很简单了 这个是多降式了 在后面要再怎么做都很简单了 那这一部分的话 就可以使得分子比分母的次数效 那你再做的话 就是针对后面这一部分来做 那 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分母呢 假定这样已经除好了 所以现在 假定说degree的P已经小于degree的Q了 然后呢 你把这边Q分解 对不对 那么跟这个 在维基分子稍微不一样的 就是理论上 对于复数来讲 这是完全分解的 对不对 所以也许可以分解成 A阶等N阶次好了 在微基分里面的话 有可能 因为要分解成十系数嘛 所以有可能是分解成一次的 或者是两次的 不过呢 在复数里面的话 这个一定是一次的 OK 然后呢 剩下的话就是 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大概是这样子吧 对于每一个A阶 对于每一个A阶的话 那都有好多项了 这边的话有一个系数了 A 1 A阶的1 这个写出来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第二个是 A阶的平方了 A阶的2了 等等 一直到 这个次方了 A阶的 本阶了 这样子 所以假设是有一些 常数是这样子 然后呢 假设它是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全部通分 解除这些常数来 然后左右两边系数相等 解除那个系数来 这个就是你们文系分 做的这个部分分式吧 所以最后的话就是 把这个 也许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多项式 加上这些东西 一大堆东西 然后呢 你对每一个 再来继续做一次 好 那我们讲 这是一般的通则了 如果是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的话 第一个 它上下没有共同因子 所以我就不需要考虑了 是吧 然后第二个 degree的话 这边是零 这边是二 所以已经比它小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书法了 是吧 第三个 所以已经到这里了 然后呢 把这分母呢 完全分解 所以抽出一个Z来 大概是 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完全分解 好 再来的话 写成这个样子 是吧 分解成这个部分分式 当然了 这个是很简单的 因为这边只有一次 这边一次 如果一般来讲的话 你这个 某一个因子的话 有可能是有高次的 高次的话 那你这个部分分式 就会比较多 是吧 那这个的话 是只有一次 一次的话 那就直到这里了 是吧 这边有两个 两个 这边有两个 这边有两项 但是这个每一个里面 只有一项 是这样子 是吧 那这个的话 事实上都可以 由四塔把 几乎都可以看出来了 负的抽出来的话 这个是 基本上 就是Z-2的 一个常数 加上Z-1的一个常数 对吧 那你这边 从这边四塔把 算一下的话 大概都可以看出来 应该是 如果一般的话 当然就要 通通把它通分 展开 比较左右的系数 然后解这些常数了 那这个例子 因为比较简单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如果通分一下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应该是这个吧 对吧 好 那这个 当然我们就看 这个函数 Analytic在哪里 当然 唯一的 有问题的两点 二跟一两点 这两点是有问题的 那你现在把它展开 当然我可以 对任何一点展开来 对吧 并没有 最简单的话 如果说 我是对0这一点展开的话 所以这一点的话 就是我的Z0 相当于我的Z0 那么它的Analytic是在 所以呢 那你就要以这个0这一点 如果是要对0这一点展开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找这个Laurin Series Expansion 对于0这一点的Analytic 对0这一点展开 但是即使对0这一点展开 有好几个不同的情况 那么如果0这一点展开 0这一点展开 Analytic没有问题了 那么最大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一个圆盘 或者一个环状的东西 所以最大的圆盘的话 就到1这边了 超过的话 就不是Analytic 所以呢 如果你是对以0为原心的 这个圆盘来做的话 那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事实上是Analytic 在这个单位圆里面 根本就是Analytic了 所以它展开的话 就是一个Taylor Series 事实上还是一个McGlaren Series 因为对0点嘛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的话如果你要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展开 对0点的话 所以如果对0点的是 对一是小一的这个范围的话 在这个圆盘里面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几何集数展开了 所以如果绝对只是1的话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展开的话 这个让负的搬过来 所以是负的 那这一项呢 你可以把这个2给抽出来 是吧 负2抽出来 所以变成2分之1的 1减去2分之1分之1 对不对 2减1 对 对不对 所以把它写成这种形状 因为几何集数一般都是 1减去某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还是可以用几何集数展开 原因是因为Z是绝对值小1嘛 所以呢 这个是2分之1的话 还是绝对是小1 比它更小嘛 所以小1 所以这一块的话是可以 再展开来了 所以这个是 1加2分之1 加4分之1 方加上等等 所以两项合并起来的话 就可以得到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展开式 这个是Taylor Series展开式 是McLaurin Series展开式 也是这个Laurin Series展开式 OK 因为这个可以把它 再整理一下的话 如果N等于0的话 就是2分之1减1 是吧 这也是2分之1减1 N等于1的话 就是2的 负2是4分之1减1 N等于1的话 就是4分之1减1 所以等等 OK 所以是在 如果是这个单位员的话 那这个根本是一个 Taylor Series 不过当然也可以看成 是一个Laurin Series 也就是说呢 那些N是负的时候 的CN呢 那系数呢 都等于0的时候 是吧 所以这边的CN呢 只有从N大于等于0的时候 是不等于0了 在CN是负的时候 负1负2等等 这些都等于0了 所以就没有了 是吧 所以基本上呢 还是这个 Laurin Series Expansion 好 那我们不一定要是在 这个范围之内做 即使在0这一点的话 所以下一次呢 我来做的话 你可以因为只要环状的 你看 你不一定要是在这边 所以另外一个 以0为原型的环呢 是这个环 它Analytic的话 是在这两个圆之间 是Analytic 因为1跟2这两点 是有问题的 所以1、2这两点 将中间错开来 其他点都是Analytic 是吧 所以在这个环状是Analytic 所以呢 我也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 求它的Laurin Series Expansion 就不一定是这个了 是不是 那第一项的话 Z减1分之1的话 这个我就不能这样子展开了 因为Z的绝对是大一了 所以我就不太能 这个样子展开了 但是呢 我可以稍微再动一点手脚 我把它倒数一下 我抽出一个Z来 所以这个第一项呢 我把它写成 复的还是写下来 怎么样 先把这个 抽出一个Z来 然后呢 1减Z分之1 这样可以了 那这个Z的话是 因为我像对0展开了 所以没有问题了 这个反正也是Z的某一次方嘛 如果对另外一点展开 这个前面这个Z还要再动手脚 那后面这一部分就可以展开了 然后呢 这边的话 那也是类似的 我要把 这个要 这是小于2 所以小于2的话 这个还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还可以沿用这个东西了 因为1分之1的话 绝对还是小于1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加上 2分之1的 1减2分之1分之1 所以呢 虽然都是用这个 几何极数展开 但是 是看你怎么展开了 是在不同的范围 就不同的展开法了 所以这个是1分之1的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是跟这个一样的 所以呢 表示呢 这些是正向的 Z的这个指数呢 是正的 这边的话 Z的指数都是负的 对吧 所以这个 如果你要把它 整理写出来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好整理的 因为这些都是负的 这两个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了 这边是正在那边负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写的话 就是 分等于1 其实就 Z的 负一到负穷大 这样子 这样子吧 0的话 就是2分之1 对 没错 负一 负二 这样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环状的话 它的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就这样子 跟前面就不一样 好 那我还不只是这样子 我还可以呢 也不一定要是 即使对0来讲的话 我也不需要 不一定说 一定要对 这个环 我可以考虑 所以这边是1 这个是2 我这样子对0这一点 我也可以考虑呢 这个环 这个外面 这个也是环 也是我资源所考虑的范围了 对不对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 的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什么呢 所以第三个 我们问说 Z是大于2的话 这是不同的区域了 一个是原来是这个 圆盘 然后是这个环 然后这个大的 圆盘的外面的区域 那其实也是类似的原理 所以 第一个的话呢 Z如果大于2的话 Z分之1就会小于2分之1了 所以还是小1了 所以第一个还可以用 所以如果说Z分之1 但是第二个的话就不行了 第二个的话 是 我也要把它变成Z 2除以Z就行了 绝对值就小1了 2除以Z 所以呢 我应该是抽出一个Z来 减去抽出一个Z来 1减去2除以Z 对不对 对吧 就从这边看嘛 这边本来有个负号 对吧 然后抽出一个Z来 1减去2 那这样的话 2除以Z的话 这个绝对值小于1了 所以这两项都可以 再用几个结束散开来 所以这个的话是 这个是可以合并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写的话 Z分之1有两项 你消掉了 Z方分之1减2分之1 所以2分之1 Z方分之1 然后Z三方分之1 Z方分之1 Z三方分之1减4分之2 减4 对不起 其实是减2 1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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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减1了 然后是减4 加1减3 下一个大概是减5了 减2 减4 就是这样子 对不起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Lawrence's suspension 是 OK 所以这个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个话就是说 你如果对照这个话就是说 当N是大于等于负1的话 这个系数都是0了 正的部分都0了 从负1开始 负1 0 1 2 3 4 5等等 全部都是0了 只有负的部分才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Lawrence's suspension 所以光是对0这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三个 其中一个呢 第一个是一个Taylor Series 其他两个是真正的 这个Lawrence's Series 好 我现在呢 再把这个问题呢 再展遍一下 你不一定要对0这一点啊 你可以对其他点啊 实际上对于平面任何一点都可以展开了 OK 并没有人规定说一定要对0展开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例如说呢 我如果要对2这一点展开的话 事实上你在平面上任何一点都可以展开 例如说你对这一点 我先把这个先擦掉哈 你知道这个不是analytic点就是这两点啊 你对任何一点就是说你对这一点展开的话也可以啊 那就是说也有三种状况了一个就最远就到这里嘛那就是这个圆盘 这个整个都是analytic 是吧 然后下一个呢 以这一点为原型的话 就是这个环状的东西 都是analytic 是吧 再来的话就是这个的外面 所以对于任何一点来讲 都可以有三种 三个区域 环状的区域 第一个是圆盘 第二个真正的环状 第三个是圆盘的外面 对于这个三个不同的区域呢 理论上通通可以展开 只是说这个算的技巧而已了 所以呢 也许我们再说一个 在二这一点好了 其他点的话就更麻烦一点了 二这点还算简单 二这点也是有三种情况了 一个就是这个圆盘 扣掉这一点 因为二这一点本身不是analytic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圆盘扣掉一点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圆盘 对二这一点展开 所以我现在就说 那这个半径的话就是一了 就这样子 在这一部分的展开 那我这边做的话呢 这一部分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 Z-2的负一次了 已经是我们这边所要的 一样对二这一点展开 那这个我就需要把它改一下 是不是 你这个的话 我就把它写成 凑数 印凑数一个Z-2了 是不是 然后呢 但是你这边本来是减一了 所以再加一了 是不是 就变成 一加上这个东西 或者你要写成这样子 一减七 负的Z-2 是不是 我往前把它写一下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Z-2绝对只是小一的嘛 所以减何技术可以展开 是不是 所以这个展开的话就是 一 就是减去Z-2 加上Z-2的平方 减去Z-2的三次方 加上等等等等 是不是 然后后面这一个呢 再减掉Z-2的负一次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Lawrence-6 expansion 对Z-2的展开是 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展开是 那第二块区域呢 就是 就是 这一个 然后就是 再下来就是外面这一段 这个的话只有两个了 里面这个跟外面这个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Z-2 大于1 大于1的话 所以我就不能是这样子了 这一部分还是已经展开了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就保留 那这一部分的话 就不能是这样写了 所以我必须把它改写成 这个再把 我也是需要一个 凑出一个Z-2 但是呢 因为要迁就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再凑出一个Z-2分之一 所以这个变成 1加上 Z-2分之一 是不是 好 那这个Z-2分之一的决定是小一了 所以这个就可以展开了 所以是Z-2分之一的 Z-7 Z-2分之一 加上 平方 减去 Z-2的三四方 加上等等 好 然后呢 后面那一项的话 还有 Z-2分之一 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展开是就这样子了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稍微再整理一下 这个所有都是 Z-2的某一次方 都是负的次方 对不对 所以其他点的话也都是类似的 只是稍微再麻烦一点 其实也不会太麻烦 就是你如果是任何 例如说Z- 随便找一点了 Z-IZ一点的话 对不对 IZ一点在这里了 所以呢 你就有 这个是IZ一点了 对这个展开的话 第一个圆盘在这里了 第二个圆盘在这里了 环上的东西在这里了 第三个的话就是外面了 这个半径都可以算出来 这个半径是多少呢 1跟I的距离 所以根号2嘛 所以R1就等于根号2 1跟2的距离 这个外面的圆 外圈的那个圆的距离就是 这边是R2的4 这根号5 所以R2就是根号5了 R1就是根号2了 然后你可以对这三块区域都可以展开 Varantive Expansion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边我只是稍微讲一下 就不仔细讲了 这个是对于 第一个是Analytic 所以第一块的话就是 Z-I的小于根号2了 这个展开 第二块是 Z-I大于根号2 小于根号5了 这三块 Z-I大于根号5了 是不是 那这个做的话都是类似的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了 因为这边的两项呢 都要把它凑出一个Z-I来 所以这个如果Z-I的话 就是Z-I 是吧 -1加I 1分之1 然后呢 Z-I要 除以根号2 是吧 所以这个帐价除以根号2 除以根号2 所以根号2分之1 其实我把它抽出来好了 我把它抽出来好了 1加I把它抽出来 然后-1加I 1减I抽出来 1减I抽出来 1的 这边就是1了 减去 Z减I除以1减I 这个绝对值呢 因为 这个其实刚刚好了 因为你这个分母的绝对值 就根号2 你这边除以根号2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绝对值整个算的话 就小1了 所以这个就可以散开了 是不是 那这个话也是类似的 这个话就是 你把它测成 Z减I 减2加I 是不是 然后测出2加I来 2减I来 1加上测出1减I 所以2减I这边是-1 是吧 然后Z减I除以2减I 是吧 那这个绝对值呢 你可以算出来 因为分母的绝对值是根号5嘛 所以那这边的话 如果它小于根号 分子的话 小于根号2 再除以一个小于根号5 还是更小于1了 所以也没问题了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几个几次展开 是吧 那再展开的话 所有东西呢 都是Z减I的几次 Z减I的几次 是吧 但其他东西呢 都是技术嘛 都无所谓 是吧 那这边的话也是类似的方法了 所以理论上就是说 给你一个函数 它不是在所有点上analytic 是吧 它在有些点不是analytic 那你当然 这个函数比较简单了 你看出来就是1跟2两点 那理论上呢 对于平面上任何一点 包括1 2 这两点本身 我们刚刚也说了 都可以展开 只是展开的话 就不一定是Taylor展开式了 是吧 而是一般来讲的话 是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那在哪里有效呢 那就是以 你要对哪一点展开 以那一点为圆形 画的最大的圆 它是analytic 或者是以那一点为圆形的环 最大的一个环 它是analytic 就在那个范围之内 都可以做它的 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所以这个当然就涵盖了 你们在维基温阶段所学的 这个Taylor Series展开式等等 这个更一般的情况了 它不一定要在圆盘里面做 而是在环状的东西里面做 都可以 好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 我们先看它就不再是一个有理函数了 所以这个就不能用前面的方法 所以用这个部分分式展开来化解 这个是比有理函数还要复杂的东西了 那什么地方可以 它不是analytic呢 当然就是分母会等于零的地方了 所以分母会等于零的一个地方是Z等于零 另外一个是sine的hypabolic Z会等于零 那sine的hypabolic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会等于零呢 所以这个会等于零的话 充分不要条件 就是EZ等于E的负Z 或者呢 E的2Z等于E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Z是什么呢 Z的话就是它log嘛 Exponential的反面就是log嘛 所以2Z的话就是log的E嘛 logE还不一定是零啊 因为现在是负数的情形嘛 如果你时速的话log1就是零啊 所以负数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 时速部分是这个东西嘛 是不是 十字是时速log 加上i的角度嘛 是不是 那1的角度是多少呢 1在这里了 角度的话你就是0或者2nπ嘛 因为我要取所有的 所有可能的 所以我这边是用小写的 如果你取这个用大写的L的话 那就是组织 那就是零了 那我现在是所有的 所以就是2nπ了 n是任何一个正负整数了 是吧 然后Z是什么呢 把它除过来 那这个是等于0呢 是不是吧 所以呢 那什么时候等于0呢 Z等于把它除过去的话 nπi n是任何整数 是吧 好那这个话 那我们就像我们这边一样 把它在平面上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看得出来 我的Lawrence expansion 在哪里来取 所以有问题的点呢 一个是Z等于0 就在这里 n如果等于0的话 那当然也对应到这个了 n等于1的话呢 就是πi这一点 πi这一点的话 也许在这边 这个假如这个长度是π的话 πi这一点 那n等于2的话 就是2πi 等等往上 那也可以往下了 n等于-1的话 就在-πi -2πi 等等 这样一路下去 所以呢 它在整个平面上 不是analytic点 就是这些点 有无穷多个点 那理论上 我们刚刚讲了 你对任何一点 都可以做它的 Lawrence expansion 而且不止一个了 要看你的那个区域 是在哪里 其他点算起来 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算一个最简单的 最灵这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0的话也有 事实上有无穷多个 环状的东西了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是这个了 不能超过这个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 它在0点是有问题的 然后呢 不超过 半径是π 所以如果在这个范围室内 那对于展开z 那这个z方已经是展开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动它了 我只要动这一部分就好了 所以这一部分不要动 然后这一部分呢 那你就可以利用 因为sine hyperbolic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对于z0这一点是可以展开的 你可以这个x2 放进series 那正副箱刚好会消掉一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个展开的话就是 偶塑像就消掉了 剩下是基础箱了 那你 在座怎么办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 就是 你这个分母会散开 但是这个 你这个除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就除就是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z1分之1 所以你做的除法 1除以z 就是你们高中阶段 或者国中阶段所做的 所以算出来的话就是 1-3的阶层的z 方加上3的阶层 这个式子的话 如果正道写的时候 比较复杂的 这个事实上应该是有一个 我这边做之前 我可以先把这个 因为这边都有一个z 先把这个z给抽出来 这样画比较简单一点 每一个都有一个z 先抽出来 所以就变成z的三次网分之一 剩下我再来做除 所以这个把它展开 再来画件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它Laurence Expansion 对于0这一点 是不是 那如果你 我再做一个 如果你要做的是 拍到 在这个环状的话 拍到 二拍 这个范围 也是可以了 还是这样 这一部分不变 那这一部分的话 要怎么办 这我不太会做了 介于拍到二拍之间 好像还是同样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分母部分的展开 是对于任何一点都可以展开 所以这个做的除法 好像也没问题 也是对于一般的 也都可以做 所以 当然 如果你 Z是等于 刚好在边界点的话 拍i的话 当然就会死的 这项会等于0了 分母会等于0 所以好像这个 在不同的区域 好像是并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 跟上面的 应该是类似 等等 这一节 我给我一下细题 那么下一节 我希望想很快讲过去 基本上跟你们维基分 或者高等维基分里面 学的是一样的 在前面这一节 是56节了 这个例子是57节了 55节 56节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说 先给这个函数 我们前面讲 先给函数 你要把它展开成 这个 Morning Series Expression 那么下面考虑呢 57节的话 考虑呢 就是先给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说 求这个反面了 先给这个东西 要来 问这个函数 有时间跑了 好 也许我们下次再讲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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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